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观的这个顶层幅式户 底下的一层有L型客饭厅 开放式的厨房 入伙有齐煮食炉 雪柜和厨柜 原来客厅的部分 偷了对上一层的楼底 窗够大 两层高的窗帘也够气派 满透着豪宅的味道 再走上一层看看 少了一部分的楼面 剩下空间会有多大呢 原来上层是套房 除了商人床和衣柜 浴室 还有空间放小小的梳妆桌 睡床对出也有套入的位置 收纳了电视 由于是一房户 上面只有一间房和一个厕所 到门对出已经是走廊 不过这个户型也有个好处 假设你和另一半吵架 被人赶出门口的话 你也可以坐升降 透过楼下这层的大门口 返回到房子里面 这个575平方尺的复式单位 卖590万泰铢 折合大约130万港元 每尺围起大约2260港元 包装修和傢俱 来到看看一房的户型 客厅大约有百多尺大 饭厅和开放式厨房 就结合在一起 睡房面积也较小一点 单位面积310多平方尺 正在卖310万泰铢 折合大约是近69万港元 车价大约是2200元港元 以上的价钱 发展商都包7%的首年投资回报 限制就是业主头一年 最多只可以住14天 想住久一点 色彩尊便 选择没有投资回报的套餐 楼价价还可以便宜百分之五 可能你想也没想过 几十万港元在泰国买楼 就可以在会所的无边际泳池唱荣 而健身室对出的景观也很开扬 跳望着旧城区 去看楼就好像旅行般开心 四处游蜜新鲜市 布吉旧城区 近年都积极准备申布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可能你会问 这两层高色彩鲜艳的旧建筑 这么像马来西亚的奔城 而这区又会见到中文这么有趣呢 因为布吉和中国 马来西亚都很有渊源 话说布吉的旅游业 未兴旺之前 盛产石矿吸引了中国人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奔城的人来到这里谋生 他们带来中国传统习俗 而地理上 布吉就近住奔城 反而离曼谷就远了 所以和奔城的关系就更加密切 石矿都会运到奔城练制 有钱人就会把小孩 送到奔城读书 也有人从奔城 请来建筑师和工人 建这些前破后居的屋 所以这里中西合璧 风格独特 来到布吉玩水上活动 不懂游泳都可以 因为你可以租一艘游艇 阳帆出海 去到屁屁岛 享受日光浴 到皇帝岛浮潜钓鱼 以及到帕牙湾最著名的尖士邦島 欣赏怪石和洞穴 连电影尖士邦都在这里取景 美景飞一般 连住都可以飞一般 室内的游泳 室内也有 最少四个 庭园里面也有酒吧 当然就不少晒太阳 以及做SPA的地方了 住在这间度假式的独立屋里面 再持一艘游艇出海 你以为没可能 那就错了 在泰国太有可能 因为发展商说 在没卖完屋之前 会以日租的形式租出一间屋给人住 每晚大约是四万港元 连手游艇 我们也可以以日租的形式租来用 整个项目 度假式的独立屋不多 只有五间 地上这一层 是很宽敞的客饭厅 饭桌大到这样 够吃狗大鬼了 旁边的开房式厨房 也有一张餐桌 最上有部抽油烟机 不知是否用来吃寒烧的呢 客厅就以多张沙发 砌成长方形 开派对也绝对不怕不够位置坐 去到另一边 就是一个偏厅 望正超过二十米长的泳池 当然在这一层 你可以拉开玻璃门 直接走出泳池和花园 走到上一楼 这间套房也很有泰式格调 有木製的尖顶屋簪 配合泰式的铜器摆设 而对外的露台 围栏全部都是玻璃 美景不要浪费 另一间套房也不舒适 有大型的按摩池 房里面有梳化 同时都飽览整个园景 再走上顶层二楼的主人套房 天花加了布幕 很有热大风情 走到露台一看 这个是仰鱼池 眨眼看起来就是 但原来池水也够深 这个是室外的按摩浴池 看着游艇码头景 杜拉莫福地面积 超过12000平方尺 楼面面积超过10700平方尺 连全屋的装修和傢俱 卖630万美金 折合超过4900万港元 打造项目的外国发展商就说 在布吉养游艇就会比香港便宜 如果你是船船主 而你在香港 非常贵 而且不太多地方 我们坐在Pang Nabe 一辈子一辈子 世界上最好的旅游地 这里的油游更便宜 工程度更便宜 保险更便宜 不止吸引游艇主 吴斯普尔道说 项目分层单位都吸引了香港的买家 当中不少都是喜欢出海的飞机师 而这间三房 面积近2800平方尺的高层 连天台单位为例 连装修家司 现在卖85万美金 大约是663万港元 折合2300多港元一尺 将事好作为职业 很多人求之不得 Jacky就是一个幸运儿 37岁的她 四年前开始学潜水 现在在布吉做潜水教练 我自己决定留在这里的时候 基本上都做过客功课 好像在这边的租屋 有什么是多少钱 另外生活的紫水有什么 然后考虑过也都可以 然后就决定过来这边 和Jacky学潜水的内地 和香港客人就越来越多 最近她还小屋搬大屋 租了布吉这个莲花园 面积有2000尺的单位住 这里就是我的主人房 主人房就连着厕所 这里面积药膜是180尺左右 这里就是客厅 面积药膜是280尺左右 在这里租屋有个好处 就是包所有的家具 这里硬件的家具 基本上业主也是包装的 这个就是小房 也可以叫客房 最主要就是留给我的家人 过来探我 有时候给他们煮的 这里就是我家的厨房 虽然不是很大 但基本上的电器 煮食笼具都齐 我这里药膜是4000元港元 老实现在在香港 4000元可能是一间劏房 如果用同等一个价值 可以给自己一个好一点的环境 而且现在的心态就有少少改变了 就不用说我要赚多少多少钱 我只要在这里找到生活费 那就已经足够了 Jacky也给大家一些小提示 泰国买同款和年份的二手车 有时候价钱会比香港贵一倍 但是养车成本低 可以等云 例如很多地方泊车都是免费 入油每公升24元泰铢左右 就是相当于大约6元港元 下一集我们会到清迈 位于泰国最北面 是第二大城市 如果商业味浓的曼谷和布吉 不是你杯茶 那宁静清幽的清迈 或者你会喜欢 欢迎继续收看《楼市爱望》 看过泰国布吉的楼盘 我们又回来跟进一下本地楼市 先看看过去周末的住宅消息 新盘有承接 在过去的周末 卖出的单位接近130个 其中西南九龙浪情湾的 销情最好卖出了52个 其他销情较好的新盘 还包括这几个位于西盈盘 长沙环 元朗和马安山的楼盘 其中元朗影域一个高层 300尺的开放式单位 就以384万卖出 使用尺价12800元 面对新盘的竞争 加上二手的平价放盘减少 周末十大屋苑的成交量稍微回落 介乎10至17宗 沙田第一城就录得两宗成交 其中第52座 一个放盘只有两天的两房单位 以376万卖出 使用尺价13200多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即使有人说 北欧峰的设计究竟又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新来设计上不用图案等的装饰 只是用了线条和颜色区分点绝 而家具方面也不会用花纹 共通点就是简洁 直接 而且是贴近自然 这种简约的风格出现 原来都是和采光有关的 大埔天赋海湾单位 实用面积大约是2100尺 三房两厅连天台 住了屋主两夫妇 屋主要求单位要有北欧风格 在北欧地区天气寒冷 就短夜长 为了方便室内采光 北欧人喜欢用浅色和大地的色系为主 又会以材质的原色和实木的纹理 去增添自然感 简洁的设计 木製的餐桌 时尚的摆设 都务求令屋主置身在北欧一样 传统的北欧设计 图案会用得比较少 但为什么这间屋 都用了不少几何图案呢 在走廊尽头的碧灯 和这个挂在墙上的钟 都是屋主在上一间屋带过来的 设计师就发现 他们的共通点 就是有重复的几何图案 所以在这间屋里面 都很容易发现一些类似的设计风格 例如是图案 墙子 相架 床头灯等等 Cita知道这里本来是一条玻璃扶手 为什么你要拆掉它 变成一幅电视机墙 原本是玻璃扶手的时候 摆位上就比较尴尬 因为没有一幅很完整的墙身 去摆电视机 或者一张大张的梳化 所以我在这里做了一个 圆浮式的电视机墙身 一来可以加一些灯光效果 以及可以收纳DVD机、音响 二来也可以令客厅更方正 试试一些 长长窄窄的走廊 也会令到单位的设计单调 要做一些手脚 Cita, 这个走廊本身有五道门 都会被人一种很压迫的感觉 你用了什么方法去解决它 的确, 这条那么窄那么长的走廊 其实有五道门 就会被人一个很单调 或者很闷的感觉 所以我就会在门上做一些手脚 正如好像这间房 原本门口在这里 这里有幅墙 我就把它改了间隔 做了一个大的拖门 拖门拖开的时候 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很大的 开放式书房 加上一个走廊的位置 其实令到空间感就会大很多 洗手间的门口 改造隐藏门 在走廊的尽头 原本是通去医母间的一道门 但是设计师也将它封了 改为墙壁 再加上壁灯做装饰 而医母间就改为 在主人房里进去 变成套房 经过在各道门做手脚 令原本有五道门的走廊 变成只剩下两道门 减轻压迫感 也增加了灵活性 厨房和厕所就用原装 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走上楼上看看 在天台的一边放了两张沙滩椅 被屋主两夫妇日光浴 二人世界一番 而在另一边空间就比较大 是屋主招呼朋友聚会的地方 设计师特意在这个位置 加高了木地台 因为这样做的话 即使坐下了 也不会影响望海的景观 这个单位的装修费用 大约用了一百万 其中木工和物料 已经占了五十万 在楼宇买卖的时候 如果买家提出 全数以现金进行交易 那业主就要非常小心 因为法律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处理以知 或有理由相信是犯罪得益的话 那你已经是中了 这个洗黑钱的条例 你要很小心 因为你不认识那个人 他无端端这么奇怪 不用查 又不经历律师楼 又不经历约 就这样拿一堆钱过来 和你买一层楼 其实严格来说 你是有理由相信那些是犯罪得益的 如果你相信了之后 你照去高湾去买一层楼 买了给他 那其实你就算到最后 证实到那些钱是正当回来的 可能人家是刚刚去马会 你会赢完球 拿着800元 其实你都已经触犯了相反的条例 法律的元素 只要你处理以知 或有理由相信是犯罪得益 以知或有理由相信便可以 控方是不需要证明那些是黑钱 而且你要记住 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在法律上有一个责任 是要通知执法机构 如果你不做的话 也是犯法的 业主呢 你最好就是经律师楼 律师楼再查 因为律师楼也是有责任的 他的责任去查是否是黑钱 有可疑他要报的 当然你如果自己发现了 一些不尋常的情况 你也是要报的 你法律上是规定是一定要报的 因为如果你不做这件事 已经是犯法的了 有没有试过沉迷电子游戏 不能够抽离 时刻都想回到虚拟世界 美国一个男人 作性将家 变成自己最爱游戏的场景 连生活都要在游戏当中 漫画家安卡姆 是电脑角色扮演游戏的死忠粉丝 用了大约40万港元 花两年 将家的地下室改头换面 发生游戏内的中古世界 地下室的长身 保留石砖纹路 营造浓厚的古典气息 库头 剑 牛角灯 十指弓 瘦皮地毡 厨房内的原始火炉 木酒桶 陸室仿天然石壁 墙上的地图 仿佛提醒要计划路线上战场杀敌 围求逼真 地下室还原游戏的经典场景 别以为这是普通的书柜 有机关的 照拉拉拉本书 《男子梦寐以求》的魔法房间就出现了 有不少的酒瓶 里面中的又是否魔法水呢 目主说地下室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小小的练剑场 看着这些古典布置 如果不是有电视机 出球台 家庭影院等的现代设施 一个不小心都容易时空错乱 以为自己身处中古 他还说希望确见地下室 或一岁的仔提供这么多空间 可能下次见的时候 肯定现前的就会是中古地下城堡 大家说沉迷电脑游戏不健康 但阿卡姆就诠释了沉迷的另一种可能性 沉迷而不沉淋 沉迷布置家 有时候都是介入一个不错的活动 如果你的家就像阿卡姆的那么有特色 欢迎你联络我们 和大家分享一下 节目时间足够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